7月17号到22号 荷兰省出现了极端的特大暴雨 暴雨的天气过程持续长达6天 最强的时段发生在7月19号到21号 荷兰省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 各个地市的平均降雨量 前三名依次为贺币588.1毫米 郑州532.5毫米 新乡467.4毫米 郑州气象站观测到的最大过程累计雨量为993.1毫米 郑州国家气象观测站最大日降水量达到了624.1毫米 接近该站的年平均降雨量 这个站的年平均降雨量是641毫米 所以也就是说相当于一天下了将近一年的雨 贺币市观测到的最大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122.6毫米 最大的日降雨量达到了777.5毫米 在这一次的特大暴雨过程当中 郑州 贺币 安阳 新乡 洛阳等1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雨量 突破了建战以来的一时急值 应该说这次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多 降雨强度大 极端性非常突出